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片 今天看到网友 有一个网友叫多想想未来 给周老师一个回复 说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循环的听周老师的音频 一直循环循环听 听了很多遍 一点都不觉得乏 每次听都有收获 每天听语音 可以让我振能量满满 感谢周老师 周老师能送我几句话吗 有时候在进行新的尝试的时候 比如不敢上台讲话 面试啊 然后心里面都不敢迈出那一步 我也清楚你在选择片提到的道理 但是就是做不到 所以希望你能够鼓励我两下 然后我叫马建民 太棒了 那周老师在此就鼓励一下马建民 其实不应该叫鼓励 我应该按照我的讲课风格 可能我要骂你一顿 然后马建民 记住 你听周老师讲的内容 再多 如果没有行动 都等于零 地球的唯一语言是行动 心学的创始人 汪洋明先生 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从政从到第一名 做三贼都做到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他说心学就四个字 叫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就像你说的一样 周老师告诉你答案了 也告诉你道理了 你也都懂了 但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 迈不出那一步就等于零 记住 什么叫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就是知道并且做到 你们记住这句话 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是从头到脚的距离 全世界最远的距离 就是从知道到做到的距离 你们和我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们都知道 但是我不是知道 我是去做到的 我是直接去行动 换句话讲 你知道再多的道理都没有用 你没有去行动之前都等于零 演讲的唯一目的 不是让听众听完 你的演讲鼓鼓掌 说老师你讲的太棒了 而是直接马上去行动 因为只有行动才能拿到结果 你们记住这句话 什么叫知行合一 知道并且做到 你们知道这四个字 有多厉害吗 同学们 全世界教你成功的 都不用再听了 就把这四个字听了就够了 你们只要能做到这四个字 你们都能成功 马云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很多很多人 晚上躺在床上 想想千条路 白天起来走原路 骑个自行车又上班了 我们为什么晚上 躺在床上的时候 有千条路可走呢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们的高我 在链接我们的时候 或者叫第六感 或者叫灵感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的灵感是最多的时候 所以躺在床上 我们有很多灵感 我们突然白天很多事 没有想通 晚上想通了 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呢 可悲的事情是 我们晚上想通了 结果第二天回来以后 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事情去做 我们不敢迈出那一步 就是恐惧 是恐惧陷爱了你 是恐惧陷制了你 知道吗 这个跟家庭教育也是有关的 我们从小不懂得教育孩子 给孩子留下了很多恐惧的阴影 比如说一个孩子吵架 惹妈妈生气了 妈妈把一个五岁的孩子都丢到门外 你滚妈不要你了 把门关上了 这个孩子在门口哭了五分钟 哭了五十分钟 你们知道吗 他会有一种被遗弃感 他这辈子都会恐惧 他对婚姻也会有恐惧 很多孩子从小父母吵架打架 然后孩子对婚姻有恐惧 一辈子不结婚 或者说结了婚以后 婚姻也不会幸福 其实说白了 都是小时候的创伤 为什么周老师一直在讲孩子偏 孩子偏 其实最重要的讲的不是孩子 是父母 因为孩子的所有问题 都是父母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经历了 太多太阳的恐惧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负面信念系统 让我们不敢迈出那一步 《心经》里面 讲的最之前的一句话叫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就四个字 无有恐怖 只要你能做到没有恐怖了 只要你能迈出那一步了 你就成功了 你就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 成功就这么简单 成功就是两个字 行动 不要想了 就直接去行动 很多人说 老师我怕怎么办 记住这句话 做你恐惧的 你的恐惧将消失不见 你要突破自己 你害怕上两台就去上 你害怕面试就去面 你们知道周老师有一段时间 我专门挑战面试 其实我有工作 我就专门去面试 我就是为了积水 我内心当中的恐惧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16岁的周老师就这么干的 恐惧什么就去做什么 当然了 我指的是合法的前提下 正的半点是为了突破 自己的能力的前提下 比如说我们推销 我们害怕被别人拒绝 对吗 打电话 打了三个都被别人骂了 打到第四个电话的时候 心里怎么想的 不要接 害怕别人骂你 但是你越害怕 别人越骂你 根据宇宙心理法则 你会吸引更多的骂 你会吸引更多的拒绝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你就去行动 大量的行动 当年的清奇先生 一分钱没有 做销售失败 找傅把 傅把就说了一句话 因为你失败的次数 还太少 找一个能够一天 被100个客户拒绝 你的工作 清奇说 哪上找这么多工作 找这个工作 做了个电话营销 一天要打100多个电话 他每天被几百个客户拒绝着 你们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慢慢的对拒绝 他已经过敏了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有成就的人 恰恰是被拒绝最多的人 佛祖够牛逼了吧 被多少人拒绝的 全地球信佛教的只有10亿 有50亿人还拒绝他呢 耶稣够牛逼了吧 信他的人那么多 那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人拒绝他呢 就是这样子的 去行动 没有什么可怕的 就一句话 你今天上台会死吗 那反正死不了 有什么可怕的呢 对不对 去面试 就算没面试上会死吗 那不会死 怕什么呢 所以 这个 可能这个 要让这个同学失望了 想让周老师夸奖你两句 但是可能周老师要跟你说的 就是 这个 马建民同学 希望你 不是让周老师夸你两句 而是周老师把你给骂醒了 听完周老师这一篇以后 未来 没有东西可以困惊到你了 直接去行动 直接迈出那一步 你迈出这一步 你知道吗 对于你人生来讲 就是一大步 把人生排满吧 就像周老师一样 周老师把人生排满 我从来不会给自己的时间留空的 换句话讲 你是所以迷茫 是因为你有时间 我压根就没有时间迷茫 我人生全是排满的 我一份工作辞职了 我马上两天以后就会找到下一份工作 开始干了 热火朝天开始干了 包括周老师今天也是一样 行程排满的 非这个城市 非那个城市 非那个城市演讲 现在不讲课了 对吧 推了很多场 现在干嘛呀 一有时间上课 一有时间给你们录喜马拉雅 一有时间录得到节目 一有时间录6645会 一有时间开课 每天行程是排满的 记住 把人生排满 不要给自己留空间 然后就是不停的行动 大量的行动 记住一句话 致富 叫做量大是致富的关键 大量的行动 你做了以后 你就不紧张了 你就不恐惧了 真的是这样的 突破就这么简单 做你恐惧的 你的恐惧将消失不见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恐惧的 只要不违法 只要这件事是能帮到人的 你就不要害怕 就去大胆的去干 而且还有 向最厉害的人学习 你做销售不敢 迈出去那一步 你公司有最厉害的销售员吗 拜他为师跟他学习 他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成功等于复制加模仿 不就这么简单吗 一个人心中无惧的时候 这个人干什么事都能干成 最后说你们一句话 勇者无敌 勇者无敌 只要这件事是力众生的 能够帮到人的 不是害人的 是正能帮你 我的产品是能帮到人的 我就去行动 我今天上台分享 是能帮到人的 我就敢上台 我今天去面试 是拿我的能力 来成就这个公司的 我就敢去面试 我今天这个产品 卖出去就能帮到人 我就敢去推销 利众生者无敌 勇者无敌 怕什么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 记住 八万四千个人看你 就有八万四千个你 所以我是我 我非我 我压根就不在意 别人怎么看我 你再好 你这个人再好 在有些人看来 你就像神一样 在有些人看来 你就是个好人 你就是个雷锋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 就是垃圾 就是狗屎 什么都不是 记住这句话 八万四千个人看我 就有八万四千个我 所以我是我 我非我 没有人可以定义 我是谁 只有我自己 可以定义我是谁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那些成大事者 成吉思汗 清皇汉武 马云史一作 郭台铭 王永卿 李嘉诚 黄光玉 乔布斯 比亚盖茨 他们都不在意 别人的目光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大量的行动 大量的行动 知情合一 知道 马上去做 人世间最高的学问 不是学问本身 是使用学问的学问 听周老师 听一百遍都没有用 我不需要你听一百遍 我需要的是你听一遍 马上去行动了 去用了 用了周老师 教你的东西 用在生活上了 哇 你马上拿到结果了 你就发现 哇 太棒了 记住 人世间最高的学问 不是学问本身 是使用学问的学问 所以同学们 真的开始行动吧 加油 努力 不管你是通过得道 还是通过我们的 周子学堂 还是我们的66书友会 还是我们的食堂168 还是我们的喜马拉雅 听到周老师任何的分享 因为我们每个平台 周老师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那通过我们任何一个平台 学到周老师的内容了 马上用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用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以后 那才有效 周老师财商之道课程 讲四天四夜 第一天上台 财商之道还没有开始 第二天上台 财商之道还没有开始 第三天结束 财商之道还没有开始 第四天结束 财商之道还没有开始 很多人都愣了 课程都结束了 怎么还没开始呢 每次都是这句话结尾 财商之道 从你学完这四天 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用的时候 财商之道才刚刚开始 财商之道的主角不是我 是你们 所以我也想 把今天这句话 分享给你们 听周老师的分享 不是在听 而是马上去用 只要你用了 就一定有效 希望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对这位同学有帮助 其实我在回答 这位同学的问题的时候 也是在回答 所有同学的问题 也希望你们 给周老师留言 然后让周老师 讲你们最需要的东西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